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会有人喷我,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你相信吗? 公元1260年忽必烈称帝,立金针为太子,这个金针帝真心倾心倾心汉法,以相以儒之国 后来惹怒忽必烈,遭到了严厉的斥责,最终惊惧而死 金针后呢,他的儿子铁木尔被立为皇太孙,忽必烈去世,铁木尔继位,时称元成宗 这个成宗皇帝长期是殉酒,在外没几年就喝死了,因为他没有后代,所以他的皇后勾结安息王安兰达 想让这个来继承皇位,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我们民族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皈依了穆斯林 因为这个安息王安兰达和他麾下的士官蒙古大军全部都信奉伊斯兰教 如今的陕甘宁清地区的伊斯兰化,也是从他镇守甘肃的时候开始了 就在这个历史关键节点,成宗铁木尔有个侄子,他叫埃域利巴利巴达 这个人忽然发动了政变,囚禁了成宗皇后 当安兰达兴冲冲地来到了元大都的时候,迎接他的不是皇位而是死刑 政变之后呢,这个埃域利巴利巴达还从蒙古王请来了自己的哥哥海山继位 就是后来的元仁宗 那么元仁宗恢复了科举之路,并且大力推行了儒家文化,限制了蒙古贵族的人特权 仁宗死后,他的儿子英宗朔德巴马基继位 他也是元朝第一个会说汉语的皇帝 那么那次发生在元大都的公围之变之后,中国历史上连前十都排不进去 可就是阴差阳错的让中华文明在命令的十字路口上避免了转向伊斯兰教 那么伊斯兰教正式传承中国,中国是在唐高宗永辉年间,也就是公元的651年 直到宋朝在广州、杭州、杨州、泉州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清真寺 其中最有名的一座清真寺就是在泉州始建于北宋大宗年间,也就是公元1009年 在康熙年间毁于一次地震 我们现在去泉州旅游还能看到它的遗址 那么伊斯兰教在唐朝的时候被称为天封教,教徒只能在指令的区域内居住 自己管理自己,可以进行一切的宗教活动,但绝不允许你对外传教 那么唐朝末年,广州的穆斯林人口已经达到了八万 是当时最大的穆斯林聚集地 这些人很多都是本地出生,本地长大,对大唐很有感情 所以在公元875年,皇朝率经攻打广州 住在广州的穆斯林是积极地投入到了保卫广州的战斗 誓死捍卫大唐最后的尊严 到了南宋期间,穆斯林教被改成了清真教 宋朝是重视对外贸易的 因此有很多的穆斯林来到中国经商 朝廷为了便于管理,设立了士博司 士博司的最高长官被称为提取 宋高宗说这个官职要由懂贸易的阿拉伯人来担任 因此在整个南宋期间的一个阿拉伯的普通家庭 世代管理士博司 图兴是这个家族在宋朝之后改的汉姓 至于他们在阿拉伯的姓氏已经无法考证了 到了南宋末年最后一任士博司提取 叫不受庚 这个人来管理 泉州的对外贸易长达三十多年 公元1276年 蒙古大军攻破了南宋的首都林安 张世杰、陆秀夫、奉广义二王 和数十万的南宋居民出逃 一开始逃到了温州 由于蒙古大军一路南下追赶他们 又从温州逃到了泉浮州 后来又到了泉州 到了泉州 蒙古人依然是紧追不舍 张世杰就想从泉州上船出海 继续南下逃亡广州 因此他向蒲兽庚要船 可是蒲兽庚临阵变卦了 指挥手下的人对南宋居民举起了屠刀 还差一点俘虑了广义二王 虽然没有得逞 但最终奉泉州之地投降了原朝 忽必烈也非常的高兴 让蒲兽庚继续担任的泉州的士博斯的提取 因此这个蒲兽家族又在元朝继续世代担任这个官人 忽必烈最喜欢的就是伊斯兰教徒 因为他们天生都是经商的好手 能给元朝带来更多的财富 他觉得孔孟之道 控探礼仪 忠孝施主无用 蒙古人在接触华夏文明之前 早早地接触了伊斯兰教的文明和西方的街道教文明 他们不觉得儒家文明是蒙古的唯一选择 后来也是拒绝了汉话 不像我们的满清 他只接触过华夏文明 因此入关之后就被汉人迅速的同化了 那么到了这件事情退到了元朝 中国的伊斯兰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大量的教徒迁徙到了中原 内地不像唐宋期间只能聚集在首都和边境地区 另外伊斯兰教在元朝也开始了对外传教 这些人在内地和蒙古族以及汉族之间相互通婚 他们的后代又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 叫做汉帝穆斯林 我们现在把它称之为虎一族 西亚中亚西域和中亚地区本来都是佛法昌盛之地 可是从公元十世纪开始 突厥人的克拉韩国在皈依了穆斯林之后 这些地区长达了进行长达了600年的传教 西域的佛教一直坚持到大明宣德年间 最终力不从心消失在了萌摩的沙漠之中 而我们中云地区也之所以没有被全盘的伊斯兰化 全是因为那个埃威利巴里巴达的一己之私 就像我在节目以前里说的那样 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巧合事件 而这些巧合不知道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我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 只是在这里都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就是说它净亏损了2.21 2021年的它的第一季度是亏损了6000万 应该来说红星尔克现在已经是面临着破产的边缘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它还拿出了3000万来捐款 那笔河南捐款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另一种企业家的风格 我就是说华为 因为华为这次为河南捐款大概是300万 但华为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民营企业 那这时候我就想起了一句话 就是佛家里边经常说的就是论行不论利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 这一时间社会舆论就纷纷想起了 就有的很多人在批评华为 还说华为这么大一个企业居然出资捐助 还这么这么这么少 那么红星尔克呢已经面临破产了 一次还能捐助5000万 那我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情况 我觉得还是有一句话是说的非常不错的 这句话是这样 就是凡是你能够用制度技术和法律来解决的问题 解决的事情你就不要先和道德扯上关系 这是中国人的通病 但回到捐款的这件事情上 对吧面对灾情所有的捐助都没有硬性的标准 所以就不要用道德去绑架一个企业 那么在现代社会当中呢 这个做慈善这种东西 已经现在慢慢的变成了一种企业 宣传的这种一种手段 已经有了商业的这种运营的效果 运作的效果 他在经过媒体和社会舆论的这一番炒作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品权品牌效果 你像红星尔克在此之前 我根本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 也许是我孤陋寡玩 但是就是恰恰通过这次事件 我了解到了红星尔克 那么红星尔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急需找到一次强有力的品牌宣传的机会 来进行自我宣传 那么恰巧这次为郑州捐款这个慈善事业 慈善行为就是红星尔克很好的一个品牌宣传的机会 所以呢我觉得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也是巧准的机会 所以才下了血本砸重金来挽回企业的形象 那么相反华为嘛 既然企业运作的正常并不需要利用这次机会来进行品牌宣传 还要把更多的资金和时间用在自己的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上 最后我想说就国人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学会先用技术和法律来解决问题而非道德